许州菜呢 它比较杂 然后它是属于香辣的 不会像川菜那么麻 也不会像湖南菜那么的辣 它比较温和的辣 吃起来比较香 地国鸡是从维山湖发展出来的 最主要的要贴那个面皮 我们叫它喝饼 因为那个喝饼会吸收那个菜的汤汁 它不是说只是针对鸡肉 任何所有的菜都可以做成绩 羊蝎子它属于正宗的北方菜 它是取羊的脊椎骨 取它的形状叫蝎子 为了要去它的羊烧味 差不多三四种辛香料 为了要卤制八个小时 卤好了以后呢 还要用我们自己熬的酱料去炒 让它更入味 又不会那么的柴 它羊蝎子完全没有腥味 而且它有骨髓可以吃 肉质的话非常的软嫩 而且口感好 非常的下饭 吃了三碗饭 它那个饼皮在咬的时候蛮有嚼劲的 鸡肉非常的嫩 感谢希望时间Two 卖完小时 文字幕承订 一千早上 请不吝点赞 询阅 请不吝点赞